大家好,我是文睿 今天是2019年的9月21号 今天咱们接着来聊台湾 聊第五集 我到台湾以后 在和很多台湾朋友沟通以后 我就发现台湾朋友讲的国语 和大陆的普通话 简直差别太大了 非常大 当然了很多YouTuber 在他们的视频当中 也都介绍了这部分内容 内容做的也非常有意思 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聊一聊这部分内容 从什么角度呢 因为我在韩国是一个汉语老师 一个中文老师 我经常在企业里面教汉语 我就发现有一些知识点 有一些语法点 这些语法点和知识点 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经常要和我的这些韩国学生 强调的内容 几乎常常讲 然后我要让他们 仔细去记 去背的这些内容 到台湾以后 全都被颠覆了 也就是说 我的学生可能到台湾以后 他们如果第一次去台湾的话 他们如果在说汉语的时候 说中文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迷惑 今天我就来聊一聊 这部分内容 咱们一个一个说 第一个问题 支持点是什么呢 就是不会 什么意思呢 我在台湾的时候 比如说谢谢你 台湾朋友常常会说 不会 我发现这个不会的 使用的频率非常高 你很累吗 不会 你这个咖啡不好喝吗 不会 等等 台湾朋友经常会提到 不会 特别是 我在向台湾朋友表示感谢的时候 他会说 不会 这样的 这样讲 这个我说的什么 大家能听懂 对吧 但是呢 我在韩国教汉语的时候 对于这个会和不会 这是要经常强调的 有三个词会 一个是会 一个是可以 还有能 这三个词会是要经常强调的 我们在谈到会的时候呢 不仅仅是我了 所有在韩国的所有的中文老师 应该都是要强调一点 这个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通过学习 通过研究 通过努力以后 才能获得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会 比如说我会说英语 我会开车 我会游泳等等 然后呢 否定的话呢 就是我不会开车 我不会说英语 我不会 打高尔夫球等等 这个时候呢 不会是这样的用法 我跟我的学生经常强调 所以呢 在我的学生脑海当中 这个不会呢 用英语来讲 就是 比如说 我不会说英语 I cannot speak English 对吧 Can not 就是这么个概念 在我的 韩国的学生头脑当中 就是这样 说在华人这个圈子里面 说台湾朋友 不论怎么说 不会 大家都能听懂什么意思 但是 如果说我的学生 到了台湾 以后 台湾朋友经常说 不会 不会的话 我觉得好 我的韩国学生 脑子里面 蹦出来的就是 Can not Can not 对吧 就像我们和老外 沟通的时候 你说Thank you 那你的期待值是什么呢 You are welcome 对不对 如果你说Thank you 老外经常跟你说 Can not Can not 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就是 我站在我的韩国学生的角度 去体会的话 可能他们会迷惑的第一点 就是这个不会 在台湾用的太多了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朋友经常会说一句话 就是什么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就经常会说这句话 其实台湾朋友讲这句话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确认你的话的真实性 或者是非真实性 对吧 只不过就是一种 和对方呼应的 这样的一种口头语罢了 在韩国也有这样一句话 韩国这样 这句话叫什么呢 紧张 紧张哦 紧张 大家看韩剧的时候 估计也都能听到 韩国的这个紧张的用法 和台湾朋友的这个 真的假的 是一样的 不是要确认 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然后呢这个 紧张哦 如果直接翻译成 这个中文的话 就是真的假的 或者是真的吗 所以 很多韩国人吧 他们学到这一点以后 他们去中国的时候 经常会说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吗 因为他们习惯了说紧张哦 这样的话 其实在这个大陆的话呢 会给很多这个大陆的朋友 造成很多困扰 好像比如说有一个人 每天对我说真的吗 真的吗 我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不信任我 所以呢 我就和我的韩国学生讲 你们不要说 不要按照韩国的这个习惯 紧张要就直接去翻译成 真的吗 或者是真的假的 你们要说 是吗 是吗 对不对 这个是在这个大陆朋友当中 大家都能够认可 是吗 这个不是一个 要探究事情真伪的一句话 只不过就是一句 呼应的一句话 对吧 所以我的韩国朋友 他们就学到了这一点 他们知道 在说中文的时候 是汉语的时候 如果说是吗 就是和他们的紧张要是相当的 如果说真的假的 那就是对他表示怀疑了 那我的韩国学生到了台湾以后 每天听到台湾朋友对他们说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觉得我的学生可能会觉得 他们是不是不相信我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疑虑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 我在教我的这个韩国学生的时候呢 有两点是非常非常注重的 第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瓶卷蛇 瓶卷蛇 瓶卷蛇 儿子 猪肉 对吧 四十 四是四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就这种瓶卷蛇要求的是非常多的 包括四声 要求的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很多的韩国的我的学生 特别是那些优秀的好的学生 他们会以自己的发音 而感到很高兴 比如说 我的发音的四声非常好 或者我的瓶卷蛇非常好 我就比其他的学生学的好 他们会以此为骄傲 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 我说全世界讲汉语讲的最好的 就是你们韩国人 就是我的这些好好的学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讲汉语 因为追求四声 追求瓶卷蛇 他讲出那个汉语 我不是说所有的韩国学生 就有一部分说的非常好的 韩国学生 他们汉语发音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我给大家学一下 他们怎么说 他们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这样讲 我是韩国人 发音好吧 发音好不好 我是韩国人 但是我跟他们讲 我说中国人没有这么讲话的 大家怎么说呢 我是韩国人 我是中国人 对吧 大家都这么说 但是我的韩国学生们 他们就追求四声 追求这个瓶卷蛇 再比如说 一斤苹果 多少钱 这就是韩国人的说法 一斤苹果 多少钱 但是中国人怎么说呢 一斤苹果多少钱 所以我就说 你们这个汉语发音的简直太好了 然后他们就高兴了 然后他们就以这个四声和瓶卷蛇 就觉得自己很不错 但是他们如果去台湾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 我感觉就是在台湾 台湾朋友讲国语 就是四声 包括瓶卷蛇 好像几乎不是很重视 特别是瓶卷蛇 我觉得好像没有卷蛇 全都是瓶蛇 都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吃什么 就是这种感觉 今天我们吃什么 这个是我们瓶卷蛇 比较讲究的这种说法 所以说可能我的学生们 他们引以为自豪的那些发音 可能到了台湾 就不起作用了 瓶卷蛇和四声 可能区分的不是那么明显 我的感觉是这样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朋友的发音当中 他经常说一个发音 就是汉 比如说我和我的老师 但是台湾朋友说什么呢 我汉我的老师 我汉我的爸爸妈妈 经常说这样的一个发音 这个汉这个发音 它其实对于韩国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音 特别是对一些学习汉语的 学习中文的这个韩国人来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发音 在这个中文或者汉语当中呢 我们常常讲到汉语 或者说汉族 或者是汉字 这个发音是经常要提到的 然后呢 在韩国语当中呢 他们经常会说 韩国 韩流 韩布 韩布就是那个韩服的意思 韩流就是韩流的意思 总之这个发音 对于韩国人来讲 特别是对于学汉语的 这些韩国人来讲 他们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发音 如果他们到了台湾以后 经常会听到 我汉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爸爸汉我的哥哥 他经常听到这样的发音 他会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一定会很有意思 这个事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和嘛 我和我的爸爸 或者是我跟我的爸爸 然后这是第四点 下面我们说这个第五点 第五点呢 就是这个 台湾朋友经常提到 这个谢谢你 就是台湾朋友帮了我以后 他还会谢谢我 就这个事情 因为什么呢 在教汉语的时候 教中文的时候 我跟我的韩国学生 一再强调 我说一般基本的 这些打招呼的用语 你们一定要做到那种 完全不用思考 条件反射式的 给他说出来 比如说你好 马上回答你好 谢谢 马上回答不用谢 或者不客气 然后对不起 马上说没关系 然后再见 马上再见 对吧 就是达到那种 条件反射式的 快速的去讲 所以说 我的学生到了台湾以后 我讲的都是第一次到台湾以后 如果他听到台湾朋友 就是台湾朋友帮了他以后 还对他说对不起的话 他有可能就条件反射式的说 不客气 不用谢 比如说你是一个台湾朋友 你帮了我 然后你对我说谢谢 我马上回答不客气 不用谢 你会是有什么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呢 那这个韩国人可能回酒店 回到这个饭店 他也会想 是不是说反了 他可能会觉得 也觉得很有意思 刚才我提到这个酒店和饭店 这个事 对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下一个点 就是很多韩国的人 他不学汉语 他能看懂汉字 这个时候 就是他们看到这个酒店的时候 他们脑海里面浮现出来 就是什么 就是酒吧喝酒的地方 他们会这么想 所以很多韩国人 他们去了中国以后看到很多这个酒店 或者是大酒店 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些疑惑 哎呦 这个韩国的这个酒吧 不是中国的酒吧这么大 他们可能就会有些疑惑 然后后来他们跟我学汉语以后呢 我就给他们仔细讲解 这个酒店呢 是hotel 是这么个意思 他们就理解了 然后呢 在中国的也有少量的这个饭店 就是hotel也叫饭店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酒店呢是绝对的是那个hotel 但是饭店呢 只有一少部分是hotel 绝大部分是吃饭的地方 就是饭店是吃饭的地方 酒店是睡觉的地方 他们就记住了 但这个事吧 到台湾以后就完全被颠覆掉了 对吧 如果一个韩国人 他和出车司机讲说我要去酒店 那出车司机会怎么想 那酒店是什么意思 台湾朋友都知道了 我这里就不解释了 而且呢 我的学生们他到了台湾以后 看到到处都是大饭店 饭店他们可能会觉得 哇 这餐厅吃饭的地方好大呀 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第一次去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就知识点的不同 这个也是我经常强调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内容 可能我会这个去补充加一点 我说你们如果去台湾的话 这个情况可能有些不同 我会再讲这个语法和知识点的话 我会把台湾的这个情况 给他们说清楚 然后再接着讲 还有一些内容 比如说台湾朋友在说话的时候 经常加一个有字 我有去过哦 我有看过那部电影哦 你有想过没有哦 他就是前面经常加一个有字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有在我教汉语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动词 你知道吧 我讲的很详细的 但是从来也没讲过说 按照台湾朋友这种说法 没有过 因为在大陆普通话里 几乎没有人这样讲话嘛 所以我的韩国学生到台湾的话 可能会觉得 这个什么意思 为什么把有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动词 经常会当作一个副词使用呢 他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疑惑 我觉得 还有一个词就是什么呢 那个那 我就发现台湾朋友在讲话的时候 经常中间加一个那字 说着说着 那你看这个事 那我们想一下 那就是经常是这样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 对不对 这个那也是一样的 在大陆普通话当中 就是几乎不怎么说 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 那个人或者是那么 我们明天去吧 这个时候把那个摸去掉 然后前面可看作是一个那 对吧 几乎就只有这两种情况使用 但是台湾朋友在说话的时候 经常他把它作为一种 我觉得作为一种感叹词 经常会说那 那你看这个事 那就总是这样的 还有那个有字也是经常使用 这个可能也会让我的 韩国学生们比较迷惑 当然了 他们可能第一次去回那样 但是他们在接触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马上就能够理解 是什么意思 总之吧 就这种语言方面的不同 就是感觉到还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 和台湾朋友沟通和交流 如果我觉得 如果能深入沟通和交流的话 可能我会发现更多 更有意思的内容吧 以后如果有这样的内容 咱们再慢慢沟通 今天就先聊到这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